原神炎系T0级辅助武郎如何正确培养 一期视频让你完全明白 武郎定位炎系弓箭增伤辅助 拥有全神最强的增加防御力与炎元素伤害能力 被誉为炎系专属拐 因此我在这里祝福点赞加关注的各位 小宝底不爱十连出京 然后我们来解析一下武郎的技能机制 武郎示范战机后生成领域 并根据队伍中炎元素角色数量获得加成效果 一名炎元素角色提高防御力 两名炎元素角色提高抗打动能力 三名炎元素角色获得炎元素伤害加成 武郎示范大招后生成可跟随的领域 领域加成效果与炎元素战技相同 但是每1.5秒会造成一次炎元素伤害 并吸附晶片到驻场角色位置 要注意的是以上这些加成效果只作用于驻场角色 并且场上只能有一个领域 因此武郎技能加点优先级 炎元素战技大于大招大于普攻 普攻与大招可不点 天赋1示范大招后提高全队角色防御力 天赋2基于武郎防御力提高技能伤害 武郎0命虽然完整 但是关键命作为2命6命 2命获得元素晶片后提高战技大招持续时间 6命大幅度增加战技大招加成效果 因此玩武郎除非炼炎队 要不然没有任何的就业环境 武郎的武器剩余物选择 这两选择提高自身充能效率 以及团队作用即可 因此武器首选西分裂弓 大幅度提高全队充能循环 次选随便 四把弓箭就可以 非常简单 剩余物主条选择 充能杀防御杯暴击率罐 剩余物副辞条优先级 元素充能效率大于暴击率 大于防御力 剩余物套装效果首选四中式 开大后提高全队攻击力 次选四流犯者 开大提高全队充能 武郎需要优先保证 自身元素充能效率达到220% 由于武郎是炎队装属拐 因此配对思路如下 武郎加炎系主C 加炎系负C 加增山或回血 图片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大家可以截图参考 阿贝多优先度大于中离 在视频最后 我给各位附上武郎培养意图留总结 大家有需要可以截图保存 我是元神门星攻略者无极 一概玩游戏的零后帅小伙 关注我就更多元神门星攻略 点赞越多 更新越快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